環保團體在今天 槓上了高雄縣長楊秋昕 點名他和異大遊樂世界的業者 官商勾結 放任廠商 把園區內沒有經過處理的廢水 直接排到高平溪 也嚴重污染了大高雄市民的飲用水 但是面對這樣的指控 楊秋昕是高分貝的反嗆 不但強調異大的興建一切合法 還要環保團體不要反傷 楊秋昕縣長 這是這麼黃的水 這麼臭的水 你要喝嗎 手上拿的瓶子不是飲料 而是黃色的污水 環保團體直接點名高雄縣長楊秋昕 放任異大遊樂世界業者斷排污水 前方就是異大 那這邊就是它的水溝 晚上排放出來的這個泡沫 就非常的大量 排放的時間超過半個小時 一天的量可以達到數萬噸 直接秀出一大園區排水孔的照片 環保人士指控 這些沒經過處理的髒水 就直接從園區排到大坑溪 再流到高坪溪 最後流到大樹藍河燕 也就是大高雄市民引誘水的來源 這個位置是在水源保護區 有一些不法 環保團體要捍衛民眾的用水安全 只是楊秋昕的一句別反傷 難道是指大高雄市民的健康 比較不值錢嗎 民新聞綜合報導 民眾綜合報導 民眾綜合